最好的狀況14天 最差的狀況可能要 繼續再往後演 只要有再新的病例出來 我們就要持續持續隔離 Hello 大家好 我是 陳日生 那 我現在人在 鑽石公主號裡面 我知道目前在台灣的朋友 都很關心這件事情 基於目前的狀況 我想在這邊同意跟大家 做一個說明 昨天大家有看到新聞就知道 船上最初是有一位香港的人 他下船之後 隔了幾天才發現 他是陽性確診 那他上船之前 下船的時候 是並不知道的 25號從香港下船 那這個船是1月31號 停在基隆港 那在基隆港下船的時候 必須講這時候老翁還沒有確診 所以根本沒有人知道 已經有人是生病的 得肺炎的 所以 都會說為什麼還讓船上的人 下去基隆港玩 你可以預測得到嗎 沒有人知道 是真的 大家回了基隆港 隔天到了沖繩 才接獲到這個消息 那我必須坦白跟大家講 你說不緊張是不可能的 我每天早上起來 看到手機 都有點害怕 就是你會看到 有人確診 那目前船上的處置方式 就是所有乘客都要隔離在房間裡面 14天是不能出來房間門的 包含餐點什麼都是由工作人員送到你的房間門口 必須要進行隔離 那船上的乘客大概有很快2000位左右吧 那工作人員 船上的工作人員大概有1000位 那目前大家都有做好隔離的措施 盡量把這個情況降到最低 不要再蔓延了 那我自己是從 1月26號 從台灣搭飛機 先搭到越南的縣港 然後從縣港那邊上船 所以老翁是25號下船 我想27號上來 那中間就一路由南往北開 要開回日本橫濱 中間有進過基隆港 從省 那我原定是2月4號就要 下崗 所有的乘客原定就是2月4號要下崗 然後搭飛機 很像回台灣 但是因為發生這個 確診 所以全部人都是不可以下船 必須要進行檢查 最後我想說就是 這個病情很嚴重 但是大家還是一定要務必加油 請大家放心我該做的 安全措施都有做 所以我儘管在房間裡面 還是有戴口罩 那也有一些補給品 水啊這一些的 請大家可以放心 這個就是橫濱港口 但是我們現在被隔離在船上 旁邊有很多日本的媒體記者 那也說不緊張是騙人的 真的再次謝謝 再次謝謝大家的關心 目前我狀況都還算OK 我也會妥善保護自己 回到台灣之後 我也會進行自主隔離 那目前我們在海上 預計是在14天 最好的狀況是14天 最差的狀況可能要 繼續再往後演 只要有再新的病例出來 我們就要持續持續隔離 我們會加油的 好嗎 鑽石公主號加油